一次采访中主持人问王凯 你都41岁了 为什么还不恋爱结婚 王凯听了主持人的话心情很低落 然后充满疲惫的说 不是不想谈恋爱 也不是不想结婚 而是没有时间和精力 接着 他缓缓解释道 对一个演员来说 无论是找圈内的还是找圈外的 总有平衡不了的地方 如果找个圈内的女星 两个人是同行 虽然说共同的兴趣爱好聊的话题比较多 但因为工作的原因 两个人据少离多 这非常不利于感情婚姻的稳定 如果找个圈外的 虽说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也多 但由于不是同行 聊天的话题就少了 时间长了很容易就有隔阂 主持人又问 你觉得不同年龄段 你对另一半的要求会有不同吗 王凯坦率地回答道 会啊主持人 那现在这个阶段 你更看重女孩儿什么 王凯 更看重的是 能不能跟你聊到一块儿去 能不能是在一个频道上 听了王凯的话 不得不感慨明星真的挺不容易的 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事业 大多数人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就像何炯何老师 多好的一个人啊 在娱乐圈也是非常受人尊重的 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结婚生孩子 今年她已经49岁了 马上就50了 真的希望她能够考虑考虑个人问题 这么多年 王凯也有过不少绯闻女朋友 第一个绯闻女友就是谭松韵 当时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 一度传闻二人将要领证结婚 说实话 要是王凯跟松韵在一起也挺好的 两个人年纪差不多 都是演技派 狼才女貌的 真的挺可惜的 王凯的第二个绯闻女友就是王子文 因为欢乐颂屈小肖和赵医生太甜了 所以网友纷纷传言两个人在一起 但是绯闻没传多久 王子文就和吴永恩宣布了恋情 王子文看起来古灵精怪的 王凯看起来成熟稳重 两个人在一起其实CP感蛮强的 可惜最后只是朋友 第三个绯闻女友就是王欧 因为一起合作过好几部大伙的剧 所以关系比较好 一次他们二人逛商场被拍 就有网友说两个人肯定在一起了 但是他们二人都没有就此事进行回应 绯闻也就不了了之 这么多年 王凯给观众留下了不少好作品 至于情感问题 相信他一定能够找到那个他 个人觉得王凯和谭松韵性格最配了 希望他们能终成眷属 他们一起出演的向风而行 就是最好的证据了 你们知道吗 刚出道时的王凯 其实是一个网络社交旁渤 年少时候的他 为了不耽误和粉丝开心果约好的互动 家里电脑坏了 自己会跑到网吧去上网 普通人尚且如此 顶流明星更是无处遁形 王凯曾在一个名为 先生的朋友圈的访谈节目中透露 我是没有朋友圈的 我就是想让自己消失在朋友圈中 主持人先是在节目开头 谈起了自己对王凯的初印象 他的观点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仅看王凯的戏 他的脸是很有情绪的 时而冷峻 时而温情 他的表演是非常安静的 不疾不徐 张弛有度 他的人物表现是有张力的 复杂中带着单纯 但是王凯这个人 生活中又是一个急活泼的 不冷场的人 和他所饰演的绝大部分角色 具有一种天然的反差萌 相风而行主要讲述了 王凯饰演的飞行部副主任 顾南亭和谭松韵饰演的 新调来的科技新手机长程霄 以外成为上下级关系 并在一次次的摩擦中相互理解 相互成长的故事 虽然简单看来 这又是一部军旅电视剧中常见的男女主 双向奔赴的爱情故事 但剧中除了爱情线 还有很多飞行的故事 比普通情感都市剧内容要丰富很多 据悉在拍摄这部剧时 为了让剧情 尽可能做到百分百还原剧本 剧中场景也都是设置在真实场地 主创们不仅采访了航空从业者 并与他们沟通交流 与此同时也亲身感受了 该行业通常的工作流程 王凯饰演的男主顾南亭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航空人员 不仅严格遵守各种飞行标准 尤其是面对突发事故 首先考虑的是飞机上乘客的安全 所以顾南亭在面临台风降雨影响的时候 选择了绕行 然而同样的问题 到了女主承销身上就大不相同了 作为货运的机长 承销面对突发情况 毅然决然选择避云扩降 虽然最后没有危险 但这样的行为 还是存在着极大的风险 这也导致了男女主的第一次冲突 因承销的自作主张 使其直接被降格至客运部门 并剥夺了她飞行员的身份 做起了观察员 顾南亭则自然而然的 成了她的顶头上色 两人的故事便由此开始 承销勇敢且足智多谋 当面对乘客对空姐的不礼貌行为时 她不仅懂得安慰同事 还假装自己取得了乘客的指纹 让他们不得不道歉 同时 她还可以记录和保留证据 既聪明又机灵 但这也是问题所在 面对如此恶劣的事件 满腔热血的的承销 打算立即报警解决 但当时飞机即将起飞 如果报警 整个过程都会被耽误 所有乘客的时间和精力都会被浪费 但承销不顾一切坚持报警 最终 虽然乘客被警察带走 但代价是航班取消 飞机上所有乘客都要为承销的不计后果 付出代价 顾南亭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 但承销的态度依然是我没错 一脸的不服 虽然顾南亭平时对承销要求很严 但是当下属有问题的时候 为了留住承销 她还是会主动采取惩戒措施 从这点来说 顾南亭是个好上司 谭松韵饰演的承销桀骜不逊 血气方刚的性格被演绎的淋漓尽致 尤其是挑战自己上司的片段 让人热血沸腾 多次扮演过这类角色的王凯 在扮演顾南亭这个角色时 自然得心应手 她表面上很严肃 但内心很关心下属 她是一个冷脸热心肠的好队长 通过这部剧 相信王凯和谭松韵能得到更多的长尾效应 能在演绎事业上得到更好的发展 还有剧中衍生出来的小细节 王凯和谭松韵绝对有戏 谁说王凯拍吻戏从来不张嘴的 这不是还得分人吗 自从电视剧《相风》而行完美收官后 凯凯王与谭松韵这对难得消停夫妇 就引起了广大网友们的关注 因为王凯对谭松韵这位女演员 与之前的众多合作对象感觉都不同 而且松韵在公开场合表态的信息量也好大啊 大家不妨去戏品一下就能发现 王凯以前打击绯闻特别雷厉风行 谭松韵以前也是最避嫌系外操作CP 但两人这次在央视的反应已反常态 难道真是有戏 主持人很懂事 在现场八卦起了很多人都特别好奇的问题 就是谭松韵能不能跟剧里的那个角色 也就是现实演员王凯在一起 得到了谭松韵模棱两可的答复 希望吧 看缘分 没有明确拒绝 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皆大欢喜的结果啊 听到松韵这么一说 更加能感到他们这对夫妇会成 而且还有更区别对待的行为 就是吻戏 王凯在之前的剧组里 因为绅士 所以一直对女演员没有过分的行为 正因如此 一直有被女演员吐槽太矜持 拍吻戏从来不张嘴 破坏气氛 但是在相风而行的剧组里 王凯对戏特别主动 还没有正式开拍呢 两人就抱着贴贴 那小情侣之间 那股甜蜜静儿就出来了 吻戏更是一次又一次的试谈 这个又强烈又强势的声吻 我看谁还敢说我凯凯王拍吻戏 不张嘴 不投入 破坏气氛 这男人明明就很会呀 特别是在剧组里 凯凯王还会特别巧妙的借题发挥 毕竟 在剧组的时候 两人都笑得前阳后合 互相支撑着彼此的重量 有一说一 老帅哥和纯天然甜美的女孩在一起 看着就般配的扬言 再加上两人的演技火花四射 完全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希望王凯谭松韵能修成正果